泥石流發生後兩天 警察、消防加上智慧隊成員繼續在現場搜救 再救出最少兩個生患者 另外發現一人,之後證實不治 經過連日挖掘,泥沙已經減少 原本浸過一半的巴士已經沒有再埋在泥土裏 而在差不多位置救援人員 星期日救出一個嬰兒女和她的媽媽,兩人都沒有受傷 當局最初說估計約20人失蹤 之後承認難以確認失蹤人數 估計部分人自行撤走,或者並非長期住在這裡 繼續根據居民名冊的資料,嘗試聯絡幾十人 初步調查指距離民居大約一公里 泥石流源頭的伊豆山山區做過土地開發平整工程 官員說泥石流近10萬立方米的山泥 估計有一半是填平土地的泥沙 會循此方向調查今次嚴重泥石流的成因 有先電視記者李健恩報導 我看我看說 感谢观看